现今科技发达 我们都很容易结识网友 但是这种交友方式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一名43岁的单亲妈妈 因为在网上误交狼友 期间被对方拍裸照威胁 和被迫发生性关系 而她也因为向警方报案 而惹怒了对方 她的裸照也被发布到脸书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独自理张天赐希望涉案男子 尽快撤下裸照 因为这不是一名绅士 该有的举动 43岁的单亲妈妈 去年8月在网上解释 一名56岁的谢姓网友 不过没想到陷入狼爪 不只被拍裸照威胁 期间更被逼发生了几次关系 事主指 两人的关系原本和普通朋友一样 但今年3月就发现这名网友 好像把她当成女朋友 变得就好像要跟我做男女朋友的关系 直到9月1号 网友要求和她约会 事主拒绝对方的请求后 网友动言要杀死她和放火烧屋 但不久之后 男子又要求裸体视讯才会放过她 原本以为那一次的裸体视讯 就能逃过威胁 但男子8月开始变本加厉 要求发生性关系 事主说当时网友答应发生关系后 就可以各走各路 但她还是出尔反尔 期间更发生了四次性关系 网友曾经说过 一旦收到5000令吉就会删除裸造和结束这段关系 但事主挥款后还是受到对方的威胁 于是11月向警方报案 老修成怒的网友直接将她的裸造上传到脸书 马华公共服务局投诉局主任 那都市里张天赐欲请男子尽快撤下 世主的裸造 因为这不是一名绅士该有的举动 NTV7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